這家的農業災害新埔組織已經是天禮拜十四 在前行長的國客地區 新埔災害補助的總教所每次六星星 數量非常驚人 香港所為到劈面影響到農民學徑的時期 調動四十名人力 從今天開始到達災害的組織 截至到我們禮拜六受禮的情形 目前統計所有的作物將近有六千筆的土地 依照行政院農委會的規定 我們每一筆都要實地除筆去勘察 那鄉長為了讓這些農民能夠盡早的復更 所以東緣的鄉公所裡面 可以協助勘察的四十個人 在今天早上就開始全部出去實地勘察 郭企鄉在海的採訪主義 中醫農委會的認定標準 每一筆都會派人實地勘察 勘察的部分還是要依照行政院農委會 所頒定的客觀認定的標準 每一筆實地的去看 該扣除的部分還是要扣除 比如說它的農路 水塔跟防射 這是不符合補助的要點裡面的部分 全部都會扣除 因為部分都沒有獲金 有時間的犯罪 作為公所人員提出農友 如果很緊急可以先獲金 農友也不用被動採查 有問題 公所會跟農民聯合 有些部分 比如說香蕉 蓮霧跟水稻 這個部分我們農經客已經勘察完 要復更的 原本就通知他們已經可以開始復更 對 那再來就是最大宗的 就是阻止的部分 那如果要復更的部分 有緊急的部分 你也可以先請農民 就是先處理 那我們還是每一筆都會到現場去看 有問題的時候才會跟農民來聯繫 國庆航這處的災害的損失 在地下最嚴重 而且本地下 要不然是災害補助的環圍來 進入地鄉大來的城市 接避地是補助 減輕農民的損失 記者 宜憑委 蔡安博德 在地下 敬物